《神靈》 剛才我們講的所謂神靈 接著我們講一些動物 龍 龍就是一種的長遂 以前我們講的龍代表皇帝 但真的沒有龍這種動物 沒有龍這種動物 就代表高貴長遂 有沒有一種動物像這樣 沒有的 龍十二樣像 十二樣像 沒有一樣是像 所以就叫做龍 所以龍有很多種的變種 這裡是不是龍 龍頭 這裡是龍 這裡是不是龍 龍頭 這裡是龍 這裡是龍 這條是不是龍 都是龍 跟龍 是不是龍 但發覺所有在這個 都是四爪 所以才可以五爪 一般的平民百姓 就要做到幾個官奧 都是四爪 這隻是四爪 現在沒有五爪 又有吃飯 就是五爪金龍 現在沒有皇帝 沒有所謂 所以就沒有所謂 但以前是不行的 四爪金龍 這隻很漂亮的 金龍 這隻龍很漂亮的 木雕 另一種 我們稱它為葵龍 單尾的葵龍 有很多變種 有很多變種 這個都是葵龍 龍頭 龍身 一對對著的 這個 這裏葵龍 看到這隻龍出來 是不是很漂亮 這裏 尿曼石堂 你去過 有沒有見過 就是尋寶游戲去 對 龍和龍有關係 最多是什麽 就是李若龍門 相傳 李若龍門 成為一條蠔魚 蠔魚做什麽 龍頭如生神物 既可以代表獨自無頭 又可以代表鎮宅 一有火燭 會淋水 好了 我們看到龍門在這裏 這裏是魚 魚過來 不是龍頭 龍頭如生 通常有龍在那裏 大龍看著它過來 這裏就是李若龍門 這裏是一個 看甚麼龍門 這裏是龍門 這裏是魚 這裏是龍 這裏是龍 龍領鄧宮池 去過沒有 去過 沒看過 沒有看過 即是沒有去 好了 怕我們不知道 先說 魚門兩個字 大雨治水 所以魚門就是等於龍門 魚門 龍果裡沒有龍頭如生 這裏是大龍看著它 這裏都是在尿馬石堂的 是了 這裏呢 現在在重修 我不知道會不會不見了 游泳 游泳 女生都變成男生 游泳 我這裏見到甚麼 見到龍門 見到這隻龍在那裏 見到魚游過去 這裏就是下村的有公帑 這裏是你的龍門 這個地方你們一定去過 一定沒見過 這是長洲去過沒有 有哪個沒過長洲的 去過 長洲北帝廟有哪個沒去過 長洲北帝廟 下次麻煩你們去找一個出來 看龍門 很漂亮 那既然要變成蠔魚 蠔魚做甚麼 我剛才也說了 鎮宅 獨佔蠔頭 噴水 那些蠔頭 當我們 以前在舊社會讀書 中狀元 就站在太和殿 太和殿前面的位置 有蠔魚在那裏 你站在那裏只有女人站在那裏 站在那裏 皇帝宣 你就是狀元及底 一個人站在那裏 所以叫做獨佔蠔頭 另一個 在上面蹲著 如果這座建築物 火粥 它會噴水 這個意思 噴水 這個蠔魚 龍尾 魚尾 記住 龍尾就是 不分叉的 這個是不是分叉這個 這個是分叉的 魚 如果不分叉 魚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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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蠔魚 我家的真床 這麽大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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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得買的 好了 通常是放在屋頂 最初的蠔魚不是放在屋頂 為什麽 我們想一下 如果屋頂火粥 燒通頂 是吧 但為什麽放在屋頂 因為好意頭的東西 多些人看到 就是這麽解 但通常是什麽 在糧底 這裏是蠔魚 大虎底 在這裏是蠔魚 好了 我們見到 這裏是蠔魚 在糧底 這裏是蠔魚一條 兩條三條 在糧底 有時 剛才那裏是村木 扔著的 這裏是托著糧 都是蠔魚 都是蠔魚 有很多種不同的形式出現 其實最美的 就是這條 是不是很美 為什麽 這條蠔魚在糧底 因為兩條 橫條之間 會動動 那裏有條 扔著它 是不是不會放 扔著這條 通常是會用蠔魚來做的 這裏是屯門的五樓堂 那條魚 很美 這條魚 那麽大隻 現在等它塌 塌了 就去撿的 不可以拆 要拿去撿 這個很美的蠔魚 那現在到後來 就越來越新潮 看到蠔魚很得嘴 是吧 動高條尾 這個就很新潮的一些吉祥圖案 這個就是八鄉 梁子忠祠 這個都是一個法庭故跡 梁子忠祠 龍生狗子 龍本身是一個長翠 他狗的仔都是一個吉祥去吃 這個狗兒子相傳說龍王的狗兒子 這個狗兒子長大了 跟老爸說,找工作去做 老爸說,你為甚麼本事 按照你的本領,在這個位置 於是,我看了 第一個兒子很喜歡甚麼東西 於是他做了一個叫秘氣 我們車工廟是甚麼叫秘氣 他不是去車工廟 去過甚麼?叫秘氣 秘氣也叫做閉藝,就叫秘氣 這個就是寶蓮子 你看那一隻秘氣嗎? 這隻 這隻,這隻秘氣 這隻秘氣 好了,有一隻喜歡好公務員 經常看術看東西的 就做了這個痴蜜 是不是蜜? 那裡是蜜的,不是分開的 分開就是蠔魚 蜜就是龍,這叫做痴蜜 痴蜜是甚麼呢? 咬住這條隻 咬住這條隻,這間屋就不會塌 不會塌,咬住這條隻 定住這間屋的,這是痴蜜 好了,那一隻兒子喜歡吵 很吵 做甚麼?做了那些廟子、紙、鐘 那個瘦柳 就是這個瘦柳 就是這隻東西 這隻 整個瘦就是龍來的 龍來的,龍,一瘦柳 那有個兒子喜歡嗎? 這個就是香港霧 霧的,為甚麼呢? 這個是監獄 這隻我們叫做閉寒 整天喜歡的岩 所以在舊時監獄做了這隻東西 好似老虎,其實不是老虎 其實叫做閉寒 香港沒有,香港是懲教署 所以香港就找不到這隻東西 我們找個好地方找不到 只有在網上下了一隻 給大家看 如果你發覺香港有甚麼地方有 就告訴我 我去過懲教署去過甚麼監獄 很多都沒有的 沒有的 這個 好,這個經常見到 我們吃的好東西 喝酒,上次就是這隻東西 因為這隻呢 這隻叫做韜鐵 它是很餵食的 很餵食 所以我們叫那些餵食人 食家叫做老韜 老韜,這是韜鐵 韜鐵,這隻是韜鐵 這是浪筷子的那隻 一吃完就馬上收 不收,就被人撻起來了 因為他喜歡吃東西 喜歡吃東西 這個叫做韜鐵 好了,有個兒子就喜歡玩水 做了我們的水龍頭 水龍頭,是爬沙 這個自田靜遠的龍頭 這個叫爬沙 有個兒子喜歡甚麼 喜歡好殺生 做了刀、劍、劍柄那隻獸柳 我們在龍傳寶劍是龍頭的 這個就是文武廟 關帝爺爺的青龍染血刀 這個獸柳來的 所以我帶同學去文武廟 通常就叫他不要摸這隻東西 除非你講馬打麻將 如果不是就不要摸 通常會摸,摸這支筆 是不是這支筆 這支筆就是文昌帝爺之筆 摸完之後就像我那樣記性的 所以摸這支,摸這支 這個叫做艾治 好殺生 好殺生 好了 有個兒子喜歡甚麼 喜歡聞香 做香爐燉那隻東西 香爐燉 剛才有個兒子喜歡大師兄 做了一個鐘 這個喜歡聞香做香爐燉 這個耳朵有銅的 有石的 或者做了香爐燉 這個叫甚麼 這個叫孫藝 孫藝 好了 還有一個兒子 這個兒子是自閉的 不出門口 就在門上 這個經常見了吧 這個叫焦陶 記不記得哪個兒子 輪盡了 忘記了 只有一些弊藝 這個就是狗種 但是龍生狗子 在各個地方都不同 這個我們說是南方 南方大大 如果到石灣 又加多一個 就是一個兒子 龍頭二虎 龍頭二虎 你看龍頭二虎 龍頭二虎 我周內找不到龍頭二虎 結果裡面有一個石的 都是龍頭二虎 這叫臭牛 即是狗兒子 其實多數就是我九個 有時他加了一個囚牛 就不愛那個弊汗 因為我們南方沒有監獄 就沒有弊汗 就多了一個囚牛 就把狗兒子出來 就是這個意思 好了 這狗兒子代表吉祥的意思 但整天都見了 接著這個就是鳳 鳳 以前鳳是代表男人的 但是到了東漢之後 就把鳳變成女人 就變成皇后 龍就是天子 鳳就是皇后 就是這個意思 鳳呢 這個鳳是龍鳳 鳳有一個特點是甚麼呢 就是我們講的鳳凰 其實沒有鳳凰這種動物 最像鳳凰是甚麼呢 孔雀 孔雀 鳳凰是孔雀 是甚麼孔雀 孔雀 鳳凰有一個特點是 我們講的是無寶不樂 我們地方是無寶物 它是不來的 無寶不樂 那就是鳳凰 是啊 不要當我是雞 因為它是省尾的 這是吉澳 去吉澳了嗎 對呀 有沒有看過這間公園 當然沒有 經常只顧著我們去食物餘園 記著看吉澳 吉澳 是的 好了 這裡是綁著一本書的 這個我們叫亂鳥壽大 代表甚麼 大拳掌的意思 是否看得到很漂亮 這個 這個 現在這隻 這個就是拆了 沒有了 建了樓了 這個 這就是最漂亮的孔雀門 孔雀門 好了 接著 龍、鳳到師 師者在中國是沒有的 最初來的時候 就跟佛有關係 他說相傳佛祖出生 左手指天 右手篤地 連喊三聲 作獅子敲 接著就連行七步 步步生年 接著龍就幫他淋水 叫玉佛節 或者那日甚麼時候 舊曆的甚麼時候 四月初八 佛山日 因為佛山日 那日作獅子敲 所以獅子就用來護法 護法 保護佛陀的 護法 獅子威嚴護法 被邪 所以就將他作為喜慶吉祥的象徵 這就是獅子 但是獅子 它是我們以前人想像出來的 跟現在的獅子完全不同的樣子 是想出來 所以是沒有分功能的 但是 很有趣的 這獅子是沒有分功能的 但是我們安上有功能的 為什麼呢 第一 我們見到獅子的左邊 一定是踩著一個球 這個球是不是一個球來的 球是有很多布帶的 又是綁著那些官人的獅帶 所以這個就叫做壽球 剛才那個聯的獅帶叫做壽球 壽球是甚麼 權力 權力是誰擁有的 男下女 同樣是男的 好了 但是在對面 有一個獅子 其實是一樣一樣的 他壓著甚麼 壓著獅子仔 就代表甚麼 紫字 於是這個獅服 就變成了男的 其實現在的樣子是一樣的 怎麼分呢 這隻是男的 這隻是女的 有沒有擺錯 整天擺錯的 很多人都擺錯的 這個正宗 壓著那個球 壓著那個兒子 這個 這個很傳統的 我們去故宮都是一樣的 很清楚看到 這個瘦帶 瘦帶 這個瘦帶 這個壓著那個兒子 其實看一樣一樣 是沒有分公那 只不過我們將它分為公和那 而全香港最多獅子就是這間屋 就是我們叫做潘屋 去過沒有 沒有去過 因為在博愛院旁邊 那間快要倒閉那間屋 現在是保護住的 我們看到 這裡有一對一獅子 兩個大獅子 兩個小獅子 這是木雕來的 木雕 這邊四隻 那邊有四隻 即是八隻 後面 亦都來了一對 圖掃的獅子 一對 一對 那邊有一對 即是多少隻 四加四是八 十六隻 還有 看看有非洲獅子 是吧 是吧 因為獅子本身是威嚴 所以沒有你的宗 所以有獅子就放在那裡 所以我們這間屋 就叫做獅子屋 獅子屋 對了 獅子屋 對了 好了 這隻就叫做蟬蟬獅子 有些是有角的 有些是沒有角的 有些說麒麟 其實我通常都當是獅子 以前我們廣東人有一句俗語 這個就叫做蟬蟬獅子 惡道問 獅子很惡的 蟬蟬就邊邊 走多步掉落地 是不是很問 惡道問 即是現在我們說的十分之串 非常串 叫做蟬獅子 對了 這個 第一地方 這個就是香港不見了 我們說到鳳凰古城 因為獅子也是踩著手 捧著球的 很有趣的 是吧 好了 每次都有 一樣 拿著球的 這是甚麼 獅子宮 對面 對面有一個兒子 獅子 你看看你們的獅子 是否害怕 是不是很有趣 正面你的心 你的人是善的 如果你見到獅子 打個冷陣 你的人很兇的 人很心術不正 怕不怕 不怕 更加說不怕 其他人都說不怕 好笑的 好了 這裏是長洲的北帝廟 去過了嗎 去過 找找有沒有獅子 突然間做了西式獅子 下面是明朝的戲曲人文 上面是非洲獅子 厲害 香港的可愛 總之喜歡就可以了 喜歡就可以了 不要留意 他長得要乘單車而已 吃本婆的紅豆餅 就像你一堆獅子 是非洲獅子 很有趣的 很有趣 好了 獅子有什麼一隻 兩隻代表是雙獅 大的叫做泰 就是泰 小的叫做少 我們看慣氣 泰師就是靚似伯 少師就是蘇少堂 泰師就是一品官 少師就是二品官 我們都想這些小孩子 讀書 讀書就是做官 做官就不用耕田 所以希望有雙獅 維潔人神 有時候三師 就是泰師 太虎太保叫做三公 不是賭卷那些 因為三公是最高的 所以希望我們那些小孩子 讀書都可以做官 做什麼 做泰師、少師 做三公 就是為了 為了為了三公 所以就有二頭爺 二頭爺 這裡有幾個師 大師 太師、少師 是,少師 這裡有雙師 一樣是起金錢 這個我們怕不知 是泰師、少寶 清不清 清楚了 這個就是我家的真創 這個童字連家 這個漂亮 好了 這個三師 三師 是,三師 好了 童師就是麒倫 麒倫是沒有這隻東西的 沒有這隻動物的 最像是我們所說的長頸鹿 長頸鹿 那麒倫就是 不殺生、不踩草 還有一樣 麒倫送子 還有一件輪胖玉書 那麒麒倫就說 相傳就說 一個孔子滅出生時 他媽媽就發夢見到麒倫 麒倫就扑了一本書給他 所以孔子成為一個大名家 有種說法就說 孔子小時候就沒有錢買書 在街上見到人 那些小孩子就捉了麒倫來玩 玩了麒倫就死了 這個孔子就叫小朋友 不要放了他 於是小朋友就放了麒倫 孔子就問孔子 你要什麽 孔子說我現在沒有錢買書 你給我一本書給我 行 你走開一點 就補本書給他 孔子就讀一本書 就像一代名家 一代名家 所以就是 那麒倫 孔子很像看 牛蹄 貼紙是爪的 他有蹄的 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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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三次說 好了 這個就是補本書出來 這張又是補本書出來 這個就很重要 補本書一圈 奉法術 這個就是輪到玉書 做什麽呢 就是希望小孩子讀書 名成尼咒 有去過 因為他是恐教 所以他用回這個故事 就怕我們不知道 這本書叫做玉書 就是玉書兩個字 這就是全國最大的